哈喽,大家好,我是Elisabeth 我的狗狗是叫元寶,我姓声叫Thomas 我自己就叫Elisabeth,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绍草药的 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我就介绍这个兰花 兰花,兰花把它烘干 把它放在烤炉里面烘干 烘干就装进瓶子 拿来慢慢的喝 这个兰花有什么功效呢? 是有那个,解闷气 有的时候觉得心里很闷,心里不舒服 这样会解到,解掉那些闷气 还有脏气,脏气也会解到 因为有的时候吃饱也是肚子脏脏 这样你吃饱后呢,就冲一杯这个兰花茶 来喝,喝来了就抗衰老 就抗那个皱粉 这样永远年轻,皮肤也很美的 多喝这个就润肺,润肠胃 滋润肠胃,肝胃,肝胃,肠胃 那些都会滋润的 又防皱粉,又抗衰老 这个是蛮好的 又给消化不良的人 你吃饱后呢,就喝一杯这个茶 它会帮助消化 肠道里面也会帮你清掉那些肮脏油腻的东西 把它清掉 这个蛮好的 比你喝普通的茶更好 这个呢,有那个Vitamin A, B, C的 还有D的 这个这个有 很有营养的茶 这个是蛮好的茶 你们呢,不能 如果有种了兰花呢 那些兰花,花别丢掉 就把它捡起来 把它烘干 放去烤炉那边烤 烤好了 烤到它干为止 才放去瓶子那边 瓶子那边呢 就慢慢的喝 好像你喝品尝那些茶一样 你要放多少就放多少下去喝 这个会滋润皮肤的 那皮肤呢 你经常喝这个兰花 永远年轻 皮肤不会干干 但也给眼睛滋润 眼睛也不会干干的 就会保湿的 在那个眼睛那边 你看有些人啊 他眼睛干干的 这样一见到风呢 他眼睛就是很干的 可是你喝的这个呢 他会保持你的眼睛 不会干 觉得那里眼睛也会滋润眼睛的 这个蛮好的 很有营养的 现在我把它放去烤炉了 放去烤炉那边 这个放去烤炉去烤 这个一下 不要把它烤 一下开到 几度 差不多是 八十度吧 差不多八十这样 一直烤烤到它 烤到它 干为止 这样才 干了呢 不用 不要 立刻放在瓶子 把 给那个 花呢 凉了下来 没有 不会 不会热了 摸一下 不会有点 温温这样 不好 要给它 冷下来 然后你才放去那个 然后你才放去那个 瓶子去 放在瓶子里 你可以 每天都可以喝 早上也喝 中午也喝 吃饱饭也喝 就当茶喝 这个比你 去买那个茶叶更好 茶叶呢 有的时候 喝太多也是不好 伤柴 伤柴 肠胃 这个就不会 这个会滋润的 很好 好了 我就 帮我点个赞 我就说到这边 我就接赛到 到现在为止 谢谢刚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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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我 谢谢 帮我 帮我点个赞 谢谢 改天见